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宣 attentive - schools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2023年看到一本好書 好的書 今天的樹的主角呢就是 女巫塞希 然後因為我真的實在是太喜歡這本書了 所以我同時一樣有做一個 所以等一下一起跟大家分享 不然大家ے看好書 沒錯 那我們首先會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這本書的故事劇情 那可能會有一點點的小劇透 如果大家真的很擔心的話呢 可以先去看這本書 再回來看這支影片 首先蔗西呢 他是太陽神的女兒 最有名的故事就是他成為女巫之後 在奧德賽裡面是一個反派的角色 所以他把奧德賽的船員都變成豬了這樣子 好 那這本故事呢 這本小說其實就是 希臘神話的在重新詮釋 然後重新詮釋的內容就是他 從一開始出生 到就是他前面前期是神 然後到後面被驅趕 被囚禁在艾亞島 然後到後面決定自我和解的過程就對了 就是一個女性自主崛起的過程 女權的故事是怎樣 有一點有一點 但是沒有那麼強力啦 就是沒有那麼的激烈啦 就是非常流暢順暢 非常合理的一個故事劇情 非常好看 他有一個核心思想在貫穿整個故事 就是他前期一開始是神的時候 就是有經歷過一場大的審判 那個審判呢就是普羅米修斯 把火種偷去給人類 然後因為這件事情他受到眾神的懲罰 然後在那個時候 瑟西還是一個懵懵懂懂的小神就對了 他那時候就覺得為什麼 普羅米修斯要因為這件事情受罰 所以他在審判的時候就有偷偷去跟普羅米修斯講話 然後他就問說為什麼他要這麼做 因為人嘛為什麼神要幫人這樣子 然後普羅米修斯就說因為他覺得神可以不一樣 然後這句話呢就是他還是 小神的時候他一直都還是沒辦法理解這句話的意思 然後一直到慢慢他的成長過程 一直都在實踐這件事情 就是他大家都知道西亞神話是 神都有點悉情六欲 然後其實是很自私 自私傲慢的神 所以他在這麼多不好的環境裡面 其實他是一個出於你而不然的狀態就對了 所以他裡面就是覺得給我的感覺是善良是一種選擇 你可以是好神 他就是有神力的神 但是因為他的力量不被眾神合可就對了 他力量跟大家不太一樣 他是有神力的神就跟我是有人力的人 怎麼說我想要講的是他的力量 他的魔法跟一般的眾神是不太一樣 他可以給別人變豬 對神也可以 但是他裡面有講到就是他的力量 是跟一般神不一樣 其實眾神是害怕他的 他就是一直在備受排擠 然後做一件事情 一直有點後悔 ok 然後備受語言上的欺辱就對了 但是他都一直堅守他自己的本心 然後他最後終於跟自己的內心達成一個和平的狀態 所以他在這本書裡面不是壞人嗎 不是 那他怎麼解釋他可以變變豬 他有理由 他就是他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對沒錯沒錯 然後最近不是非常流行 就是反派角色的故事重新詮釋嗎 對 然後像是那個綠野生中的綠女巫 跟順美人裡面的黑女巫 對 那我就覺得故事劇情就非常合理 非常精彩 沒想到反派的故事背景角色這麼的豐厚 對 所以這本書也是這個樣子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這種反派故事角色 再重新詮釋的話 就非常推薦給大家 那是原本有看過奧德賽可能會比較有感覺 對對對對 不然可能會有很多角色你會覺得人太多 對對對 不會 其實因為他的故事劇情其實都符合奧德賽的心結 所以如果說你對於希臘神話 可能之前沒有什麼讀過的話 我會建議可以先去看 然後你再回來看這個就會非常有感覺 所以他還是會有一個預先的認為讀者會大概知道誰是誰這樣 對沒錯 然後他沒有違背他應該走的命運就對了 好 那我就把它抽出來好了 這樣比較好講 好 這個是我的閱讀手帳 這一篇呢 我主要想要把它表達的是有點像是森林系的感覺 森林 所以我用到的是深綠色的一個海報紙 這是我們就是之前買那個聖誕節的海報紙 對 它是聖誕節風格的海報紙 然後我們之前好像有開箱 如果我找到那個影片的話 可以放在右三角 那張紙就很美 很美很美超美的 然後呢 因為他在就是瑟西在艾亞島裡面就只有他自己 然後他是跟小動物變成好朋友就對了 好夥伴 對對對 所以我就這邊放了很多動物在這裡 然後其實這個海報啊 它是有點金色的 像是這邊樹葉是有流金的 然後這邊也是金色的 可以高級 對 然後我就覺得這樣的感覺很像是他有魔法注入在這裡面 所以我就用這一張海報做搭配 然後再來呢 像這邊 這邊 跟這邊 就有那種雕像 美術雕像的感覺 那種希臘雕像 對對對 然後我就覺得好適合搭配在這裡 就是有一種 嗯這個男生 很生氣的看著這個 恐懼又生氣 對沒錯 就跟劇情都蠻像 沒錯沒錯沒錯 然後在這邊我就加一些復古的元素在這裡 比較 偏現代有沒有 對 但是我又覺得很適合 因為就是復古的感覺 彩繪玻璃就有一種 在講一時故事的感覺 對對對 沒錯沒錯 講神話的感覺 像那個教堂裡面那種感覺 對對對 而且我這邊就是不想要單純只有綠色 我想要加一點紅色 所以在這裡啊 欸這裡啊這個是書的書皮嘛 然後我下面就墊了一個紅色的材質 彩色紙 然後這邊也有紅色橘色的元素 就比較豐富一點就對了 然後旁邊的點綴就放一些就是英文字的紙膠帶 OK 這邊再加一個復古元素 然後我很喜歡你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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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風蠟 風蠟 對 對啊然後它是非常好看的路角 好好看 而且它裡面有一些閃亮亮的星星的元素 嗯 就非常好看 然後這一面呢 我寫的字呢 是我很喜歡的一句摘抄 OK 就其實我裡面這本書很喜歡的句子有超多的 但是我硬要選的話就是選了這一句 嗯 OK 然後這邊呢 我就寫了我的那個閱讀的心得 會有爆雷嗎 不會不會爆雷 然後最後一句呢 我就覺得非常適合這本書的一個總結就對了 就是希望這本書是給在風中逆風而行 然後很堅持積蓄維護自己內心善火的人 好 就是這樣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好看的一本書 就是一個女生 男生女生都可以看啊 我覺得非常好看 真的 OK 嗯 非常感人 就是前期我會覺得有點無聊 因為他前期在還是神的時候 其實他的角色比較像是仰望他的 爸爸跟仰望他的弟弟 那我就覺得非常的痛苦 因為他就一直被欺負 但是他一直沒有想要去反 呃去報復他們 但是我內心就覺得快點給我報復 喔 因為他是女生嗎 對 也不是 因為他其實是愛他們的 他會覺得說我的家人好厲害喔 什麼之類的 可是因為瑟希他就是長相很平凡 然後再來是他也沒有什麼神力 就是跟太陽神比起來他沒什麼神力就對了 然後大家就有點瞧不起他 那是因為還不知道他可以幹嘛嗎 對 他那時候還不知道他有女巫的力量 好 那這部影片就到這裡啦 希望大家有機會趕快把它找出來看這樣子 喔這多久以前的書啊 好像還滿一陣子的耶 喔是 推薦看中文版 在國外超紅的 是嗎 對在國外超紅 然後我本來是想說要看英文版 可是我發現我不行 因為我對於希臘神話的人名 喔有些名詞不知道 對對對 那什麼感覺這樣 對對對 所以我就覺得我還是看中文版好了 嗯 那歡迎大家留言跟我們分享你有沒有看過這本書 以及還有什麼推薦給我看的書 這樣去 OK 然後這個系列就是完全就是我私心 因為好像點閱率不高 但是我很想要做的一個系列 好就想要講一講 沒錯 那希望大家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要看十遍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類的分享的話 也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按讚分享給喜歡書的人 OK 嗯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 希望大家會喜歡 拜拜 拜拜 哎 哈里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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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結束了 One take 是嗎 是One take嗎 Oh no 是 錄了第二次 對 我們錄了多久 沒有 可是我們昨天不算啊 今天是第二次 昨天的時間不算 時間啊 喔喔喔喔喔喔喔